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市長大家好 歡迎參加這個場次 我們這場次大概分兩個半場 前半場是 就大概一點我們講 大概是有關Jawscript的基礎教材說明 那後半場大概比較 我們讓他比較集中在 有關網頁的部分的說明 包括 HTML CSS 這樣子 那前半場主要是由我幫 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教材 然後後半場主要是那個 那個林柯大盒 鄧陽老師來介紹 那原則上 不好意思 換你線 原則上的話就是因為 因為我相信大家在不同的場合 然後要上對不同學生上課 所以應該教學的方法跟內容都不太一樣 所以基本上我們今天採取的是 比較像是教材說明的方式 比較不會用教學延遲 因為這種對不同學生的教法一定都是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基本上會用這個方式 就是我們的方法就是 現對教材做一個基本說明 然後講一下它的用法 那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早上有提到 在Jawscript的教學裡面 有很多 比較平常比較不會注意到的地方 我們要提醒各位老師 就是如果你在進行Jawscript教學的時候 那這些語法上 或者是說 概念上比較容易 學生容易忽略的地方 然後我就再把它提醒 或是有些比較難以理解和說明的地方 我們可以討論一下 大概要用什麼方式 然後讓它比較好懂 大概是這種感覺 那今天因為我看地上都有拉那個 電源線 所以其實好像也可以邊做 但是我們今天事實上 並沒有期待說 大家在這邊幫我現場 帶著大家做Lab 因為我們Lab 大概都是一步一步的 那個我們的教材 其實都有每個步驟的 那如果在那邊做 其實也蠻浪費時間 因為我們其實只有一個半小時而已 我們要講大概 一二十個小時的教材 所以應該也講不完 所以待會如果有一些老師 如果有質疑 您自己想測試的部分 其實我們蠻建議一個工具 如果要快一點的話 那其實可以到JSB 就是把它寫一下 你可以到Google上打這個 應該就可以找到它的網站 那它這個網站的 可能有很多老師也知道 就是這拿來當JavaScript的教學 是很好用 因為它的 像它這個左邊的就是JavaScript 然後呢 你右邊 你就可以馬上看到它的結構 然後不用裝任何開刷工具 那如果是HTML 你還可以開個HTML Pen 然後你可以馬上看到 這個HTML跑的結構 類似這樣 那為了 如果平常我們沒有再用HTML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把它關掉 所以 這是一個 如果是簡單的教學 就是蠻方便的工具 但是它有它的缺點 就是說它 在編輯跟打字的時候 有時候它 打久了之後 它會開始亂跳 那所以就是 各有好換 那如果是長期使用 就是說 如果你是要做教學上的演示的話 我個人還是比較建議 如果我可以先準備的話 就不要用這個 就是你選一個 各位老師習慣的開刀工具 來做演示 比如說 你可以用那個Wordstone 或者是用 有些人會用VS Code 那 或者啊 Atom等等 那種開刀工具 那個在 如果是你要邊講邊寫程式的話 這樣子 在教學上 在我的經驗是比較順 因為之前我也用過這個教 就是常常會打一打 然後 它的網站其實本身 有些時候也會有些Bug 所以 有時候不小心 做了一些書 之後它就會開始行為 開始變得很奇怪 所以 但是基本上 如果讓同學自己在 offline 測的話 用這個 是蠻方便的 JSP 那另外跟各位市長 介紹一個 因為可能這個 比較 平常比較沒有人用 但事實上它還蠻不錯的 而且 在 Wordstone 如果各位老師 寫 寫教話的話 應該都聽過這家公司 就是 Jet Brand這一家 捷克公司 它開發的工具 其實都是非常厲害 就是非常好用 那 在 Java的話 它大概就是 IntelliJ 很有名 它幾乎是 就是現在 到分它佔有率 已經比 可以是太高 那 Wordstone 是它的JavaScript 解決方案 那這個在教育界是不用錢 就是 學生的話 它老師都只要用學校E-mail 就可以申請 它全部產品的 所以 如果 要寫比較大的程式的話 用 Wordstone 是比較理想 那Wordstone 必須要搭配 那個 Node.js 就是它必須要在 JavaScript的Rountain上 跑 所以 前提就是要先裝 那個 Node.js 那 Node.js 之於JavaScript 就比較像是 Node.js之於JavaScript 比較像是 JVM之於Java 它是一個 Round Time就對了 它其實就是 JVM在 Java 跑在JVM上面 那JavaScript 是在Node上面 所以它等於 換句話說 它可以讓JavaScript 脫離瀏覽器 到 面電列上面去跑 所以 它 用Wordstone 會需要依賴 Node.js 這個 這個軟體 那 各市場 如果有時間 可以去下載 它基本上 安裝還蠻容易 那 如果 沒有時間 應該用 JS Bean 也是可以 那 我今天 大概會用 Wordstone 示範 因為 它的 教學用它來做演示 看 看的人 會比較舒服 比較不會 有時候會跳來跳去 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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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一開始的話 我先講一下我們的那個教材的網站 我們教材網站在 plus plus.nccu.edu.tw上面 那如果各位市長進去的話 你可以看到我們 呃 在首頁可以往下捲齁 那就我們整個模組的教材的最新版本 我們會請助理一直放上不斷的更新這樣子 那 目前我們是有在講說未來也需要改成那個 尤其是Lab的部分 可能會改成需要索取密碼 因為 又怕同學 就直接把答案拿去用 然後 在 這裡有 那第一個部分大概就是 我們待會下半期才會講 就是網頁的部分 大概包含 HTML、CSS 然後還有DOM的部分 DOM主要是和JQuery比較有關係 就是 同學如果有一些JavaScript的基礎 其實可以配合這個做出一些東西 那我們是把它放在一起 那老師實務上在使用的時候 你們可以自行搭配 就是 去選那個 覺得適合 老師用在課程使用 那就 我們實務上的操作的話 像這個FullStrip跟HTML 都蠻適合入門 尤其是FullStrip這個模組 就是 高分同學 之前是他們在原製有試教過 就是 蠻容易有成就感 因為它很容易就會有一個很漂亮的網頁出來 而且是RWD的網頁 那後面這兩個就稍微難一點 但是 有些時候它還是一個 還是會需要有一些基本的認識 所以 就各位老師可以從你們去選取 您需要的東西 那 其實我們蠻希望推廣的主要是 程式設計的部分 所以就是 像這個JavaScript的模組 主要放在下面 分成兩大部分 一部分是基礎 就是這12小時 那另外一部分是 進階 進階加起來是15個小時 那進階就是包含 陣列、函式跟物件 那其實 這三個東西 在基礎篇也都有提到一點點 但是 那個陣列、函式跟物件 然後我們就是分別 針對每個主題 再去做更深入的講解 如果真的想做出一個 比較有趣的專案的話 可能進階模組 至少還是要有部分 要上播才有辦法做出來 不然 如果只是 學基礎的話 大概就是一些品牌 那各位市長 如果 不得已一定要只上基礎的話 其實 我們推薦一個 可以搭配一個工具 叫做P5.js 那它是Processing的JavaScript版本 它可以在網站上直接做繪圖 它內建有一些繪圖的API 那如果真的不得已 非得只教基礎篇的話 那我建議可以搭配P5.js 因為它內建了一個 豐富的繪圖函式 那它可以讓同學看到有圖 就比如它會呼叫一個 呼叫一個Eclipse 它就可以畫出一個橢圓 等等 它就是 比較好看 就是比較容易上手 但是P5.js有個問題 就是說 你離開了它 你就 就不能用 你的程式就不能用 那所以 這個終究不是一個長久的辦法 但如果是 它不是一個長久的辦法 但是如果是一個 非本核系的 它只是要體驗JavaScript的話 那P5.js是可以考慮的 可以到網頁看一下 那P5.js 那P5.js其實也是 省理工學院那個團隊開發的 那基本上它 它的匯圖功能其實很強 但是它就是有 剛剛我講的確認就是 你離開了這個環境 那就不能用 你就一定要安裝它的環境才能用 那另外它也提供Python版本 所以如果各位市長 對 如果要Python去做匯圖的話 也可以用 它有一個叫processing.py 的那個專案 也可以去使 好 那我們就回到 回到我們的網站上 所以 我們大概是這三個 那這三個 我們的時間配置 以及 我們搭配了lab 其實也都寫在這個上面 那各位市長可以來參考一下 那我們在明年 年終預定推出 三個整合性的 進階的專案開發專案的課程 就是說 如果啊 各位市長 需要一些進階的營養 比如說 當期末專題 或是大的 跨掘的話 我們是針對三個領域 有去做一些sample course 那大概都是九個小時 那 同學依照那個教材 一步一步去走了之後呢 就能夠完成一些 比較大的一個專案 像我們選定的一個是數位藝術 然後有一個是遊戲 另外一個是資料師 大概選這兩個主題 那各位老師 到時候就可以用 不過我們 這個 難度 就是它的 需要的程度 會稍微高一點 但是我們 大概目前教材在開發中 大概希望明年終 可以有辦法試出來 那 最後就是 這個 學習斷點的部分 這個 這部分就是各位老師 也可以斟酌使用 那就是 看 我們音樂 都是配那種很 很輕的 很沒有意義的音樂 所以 各位師長可以 你在講解的時候 可以靠你把音樂關起來 或者是 搭配的音樂 用也可以 但是 我們會放音樂 主要是因為同學 自己在看的時候 你沒有搭音樂 其實滿乾的 那 但是在講解的時候 其實你是可以 你是可以把音樂關掉 然後搭配這個動畫 然後去做一個概念上的講解 是可以試著用 那 這裡面有一些動畫 我們還在改進中 因為它 有一些概念真的 也不是那麼好幾個 實際上說 韓式跟物件的 那兩部 我們一直覺得 好像還不是那麼好 所以 但是就是我們就現在 有就先放上來 然後 各位師長可以振作 就去使用這樣子 那下面的話 就是總計畫 也有的影片 我們就不多說 然後 再下來是這個 教學互動平台 那這個的話 其實它本質上 跟JSbin很像 就是 它看起來的UI 是像這樣 但是它有一個特點 就是說 它可以由教師端 直接對區域網路的 其他同學的 那個電腦做廣播 那也不一定要區域網路 它的有一個前提就是 如果老師要架設 這樣子的一個功能 你必須要自己有一個 它的運作模式是這樣 就是說它是一個網站 它跑起來是一個網站 那同學 那同學呢 你要上課的人 就連進來 那 它基本上 它會取回一個 取回來的是一個 純粹的HTML的頁面 那這個HTML 內嵌JSbin 那它整個HTML 取回來呢 就是一個 獨立的實體 它取回來 就是 它就是可以 去開發 它的JSbin 所以這裡面 有內嵌JS 但是 各位同學 就到這邊 去取網頁回來 那那網頁 本身就是一個開發工具 那這開發工具 跟那個Web本身 有建立一個 WebSaki的連結 所以 我們會有分 老師角色跟學生角色 假設這是一個 老師角色的話 它自己也會下載一份 老師辦的HTML 內嵌JS 那 基本上 老師做的所有動作 都會出現在 學生 學生端 都會出現在學生端 等於做一個 廣播的系統 就是如果說 我們是走BIOD的模式 就 就很多同學 現在要自己在自己 有筆電 那你就可以請他們到 某一個 你架設的網站 然後 就是點進去 其實對他們來講 他就到一個網站而已 然後你的Code就可以很容易傳給他們 那他們也可以馬上去試那個效果 那這個在我們教學現場的話 同學是蠻需要馬上看到效果 或是自己試 那 所以我們基於這個需求呢 那時候就拿那個 一個類似JSbin的 Open Source Project 叫做 CodePen的樣子 然後我們就 請同學把它改成我們的需求 那這個也 也還不是很完善啊 所以 我們現在是把它放在GitHub上 那 就是我們功能的未來 是希望能夠陸續再改進 所以這個是 網頁的部分 就是這個 那基本上我們用的 其實也都 JSquid技術 或者用JSapi 還有 這大概是我們 目前有 有用到的部分 那各位老師 如果要回饋的話 也歡迎各位 如果可以填 教學一件單的話 可以 寄給一輪 我們的聯絡的E-mail都在這邊 然後還有電話 或是說有什麼 意見的話 我們就盡力的來 我們就盡量 來那個 改善 大概是這樣 那今天的內容啊 請各位師長可以 看到這個 2019年10月2號 這裡有2019年10月2號 有沒有 然後有個 進入課程授業有沒有 那這個有今天所有的投影片 那有一些可能 沒有時間一個一個講 但是我大概 最主要還是要講一下 我們教材的結構 教材的結構在 在我們的那個 更目錄這個 最新的都會放在 這個更目錄的地方 那今天的這個課程網頁呢 我主要是放教師版 那這個教師版呢 有什麼不一樣 教師版就是 他 基本上 我給大家比對一下 才知道 內容基本上是一樣 但是教師版的 比較沒有經過梅化 但是他比較著重內容 大概是這個樣子 來比較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的 就是我們釋出了教材的樣子 他基本上我們所有的教材 他的美工跟牌板 做一個 一致性的動作 所以他會是這個樣子 但是如果是 他會是比較有一些顏色的 所以看起來比較不會那麼乾 那但是如果是教師版 我們基本上就是這樣 白頂黑子 所以就比較著重內容 那教師版他講的東西會比較 他提供的概念會比較深一點 所以就是給老師看了 那老師可以再斟酌說 是不是要去 就把這些概念跟學生說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再說明這一部分 那首先在開始講教材之前 我先講一下 因為我們每次講教材 都會有問這個問題 就是 要怎麼做 就是授權到底是什麼 我們整個計劃的授權 都是創業CG 那創業CG 那創業CG有很多種 那我們採取的方式是 性名標示 非商業性 還有相同方式分享 那簡單來說就是說 我們只要目的是 推動大學城市設計 那我們是永久無償 而且非專屬 那換句話說就是說 我們開放上搭用 那我們未來也不排除自己 再拿在你的地方用 所以是非專屬 那但是我們也是無償 就是說是不收費 所以你在這個條件 在這個條件限定的範圍裡面 你可以對教材內容 做任何數位化剪輯 散步從事 甚至於公開傳輸 都沒有問題這樣子 那但是如果你用了這個教材的 比如說你如果用了很多的話 那就是希望各位老師 能夠也用 穿用CC分享出去這樣 就是如果你拿這個教材去上用 去賣錢就不太好了 大概是這個概念 就我們希望的是 都是以公 就是非營利的方式去散步 會比較好 好 那這裡就把 我把條文列給大家看 那我們這邊的創CC 就是姓名標示 非商業性消防方式分享 那他的條文呢 我們就把它列在這邊 這是那個 我們在那個 著作宣告裡面有寫 就是 如果各位 去有改作的情況的話 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 如果能把我們計畫名字放上去 就是最好 那我不行也沒關係 沒有不強迫 好 就盡量 那非商業性這個 我覺得是 這最好是不要 就是反正 條件就是 希望 不要拿來賣 因為這是花了國家的錢 去做的計畫 我們就盡量不要把它拿來賣錢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利用 如果你去變作這個的話 你可以自由散步 但是你散步的時候 也要用穿用CC的方式去散步 目前的話 我們的做法是這個樣子 所以等於是一個 我覺得跟那個 葛露的那個條文比較像 有點像傳染病一樣 就是你如果用了它 那你就要跟它一樣找我 類似這種概念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行教材說明 我們上半節大概主要是集中在那個 就是 JSQ的語言分身 那在這裡面我們分成基礎跟進階 基礎的部分呢 有12個小時 這關號裡面的是 時數 那包含了7個LAM 包含7個LAM 那進階的部分呢 韓式正列物件 加起來總共是15個小時 然後 每個單元配一個LAM 但是這樣並不是說這LAM比較少 這LAM比較多 就是這邊LAM的單元多 但是每一個LAM的提數少 那這邊的話是 LAM少 但是每一個LAM的提數都很多 那主要是因為這是進階模組 所以我們在開發的時候 也在想說 那學生程度都不一樣的話 那不知道怎麼提供給老師 所以我們採取的做法是 我們幾乎每個這種進階模組 我們內涵都至少這四個左右的作業 就是LAM 那各位老師可以選一個或兩個 或是三個或是四個 那通常我們到最後一個LAM 就已經有點難了 就是算是非常有挑戰性 那像我們有一個陣列的 我們到最後是在做那個TFIDF 就是我本分析的部分 那就是我們就是有進階的 然後也有比較基本 就是我們會裡面提數比較多 那我們會標那個難力度 所以就是各位師長可以斟酌取用 或者可以再看 那基本上我們cover JavaScript也沒有完全cover 我們基本上cover基礎的 就是一些語言的面向 比如說變數型的系統 預算語流程控制 這個基礎面向我們都有cover 然後韓式陣列物件 基本上如果這些都學會 大概學生已經有能力 做出一個完整的project 像遊戲那一類 但是我們有一些東西是 在這個模組裡面沒有的 那也許是需要老師在用到的時候 您個別可能還要再補充 或是再說明 那有主要有三個 第一個是網模組化 就是像如果各位老師用的是 Note.js的話 它有一個非常好的模組系統 叫NPM NPM 那它是一個簡單 但是非常有效的一個模組系統 那它值得向學生去介紹說明 因為幾乎所有的JavaScript 都是用NPM去做模組管理 那通常我們寫JavaScript 如果真的是做那種 不錯的作品 比較大的作品 通常不會全部都自己寫 通常難免要用到模組 例如說 我們有些比如說數位藝術的創作 那它用到Andreno 用Andreno 你就要下載到Ciraport那個Library 那基本上那一個就是一個模組 你要跟序列複溝統 另外就是網路我們也沒有提到 這可能都是補在我們教材方面裡面 那還有一個叫做Regular expression Regular expression在JavaScript裡面是一個 它是一個行筆喔 它是專屬有自己的行筆 但是我們認為它對學生來講 也許難度有點太高 那也比較抽象 所以我們沒有把它納入教材裡面 但是如果老師覺得需要 其實也是學生程度也是可以加入的 好 這跟以上跟各位市長說明一下 好 那在開始之前 我們先簡單介紹一下我們的工具 基本上 有後下一頁應該有 好 那就是這個 執行要跑JavaScript有兩個地方 那這也是學生常會搞混 因為我們一個作品通常兩個地方 都會用到 就是一個 一個JavaScript可以在瀏覽器裡面執行 那這個為什麼講在瀏覽器裡面執行呢 是因為 其實我們就隨便開一個瀏覽器 比如說像這一個 那 現在的瀏覽器都做得很好 就按Ctrl Shift I 然後點那個Console 其實就可以直接去跟 我把這個關掉 其實就可以直接跟那個 瀏覽器做互動 比如說在這裡面 你就可以去算 算一加一 它就直接跟你講二 然後你還可以 你還可以Console你的Law 甚至於你可以發現它這邊 還有那個IntelSense IntelSense 就是它還可以自動幫你補足你沒打的部分 這個中期就比較不清楚 那你在這邊其實就可以寫加速度 如果你會寫的話 就是學生在這邊擠了 那這個代表說 這個是在瀏覽器裡面跑 那另外一個是在系統上面跑 那在作業系統上跑 我們就需要下載一個工具 叫做Node 這樣好像不太清楚 嗯 把它用白一點點一次就可以了 這樣 這樣好一點 把它放大一點 它自行可以 不過沒關係 我們今天盡量不要用這個 不要用明明點 那我的齁 就是用這個Node的齁 那我先打好 用Node來考慎的時候 基本上我可以來示範一下 比如說 這裡有點暗 我寫好再把它反白喔 不好意思 這個 我先在這上面寫 這樣大家都看得到 Consle先出來 就要出現出來 有些也很好看 這樣可以畫 那比如說 我們要寫一個叫做 Test.js 好了 我們要寫一個這個 好 那我們的內容呢 就是 直接一行Test 這超級難的 這樣一行而已 那我就把這一行 把它寫在我的檔案裡面 我來新增一個檔案 我來新增一個檔案 就是 Test.js 那我現在就是 來編輯它 用筆記本來是什麼呢 那就是跟剛剛一樣 就是剛剛那個 就是用Consle.log 然後印一個東西出來 放大一點 就這樣 那我就這樣寫一個文字檔 然後它 要怎麼跑它呢 其實就是Node Node 讀完之後呢 打Test.js 把它翻白 就是跟跑焦把一樣 焦把你拿什麼便利 但是它不用便利 焦把要便利 那我們要跑一個script 在做一些路上跑 就直接Node 然後那一支 那Test.js 就會在Node上跑 然後它就會去執行你你所要的東西 像我們就把你演出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剛剛講到那個開放工具 有個好處就是說 我可以直接在這上面寫齁 比如說Node 那你在演示的時候 你在演示給同學看的時候 用這個會比較快 會比較快 那我在這裡是因為Cursor 或者什麼東西都還沒寫 對不起 那我如果寫了之後呢 再跑一次 應該就看得到 所以它在BND上 基本上它就是 用這種方法自己 但是因為這個開放工具的話 因為這是開放工具嘛 所以你也可以直接在這裡執行 用那個RUN 那結果是一樣的 那這個是WaveStore 那這個是 其實JSQ用什麼寫其實是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跟各位市長介紹說 這個開放工具其實是還不錯的 那當然我們有測過Atom 有VSCode 然後我們也測過Eclipse的JSQ 那這幾個用完之後呢 我們後來發現這個 在教學的現場 學生安裝的問題最少 所以 那當然你也可以用那個JSB 那JSB 你程式要寫大就很難 這看起來好像什麼都能寫對不對 但是它還有一個致命的問題 你要加Library的時候 就很麻煩 因為它 你就 你RPM就不知道怎麼加 就是你這個 還要再去弄這種 File的東西的操作 所以 通常學生一旦要用Library 就會遇到困難 所以這個是 就比較麻煩 那相對的用這個的話 你要用Library 就會稍微簡單一點 那 通常我們在 教學 如果要讓學生始作的時候 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 那個JSB 它的版本更新非常快 那所以我們通常會需要更新到最新的 Long Time Support的版本 我們通常會請同學用LTS 那 Node的週期非常短 它通常 我記得我第一年 好像是2014年開始教的時候 那時候Node還0點多而已 0.10 那現在已經是10點多 它幾乎是 它幾乎是 每一年都兩個版本 所以它每年的版本 所以我們必須要努力的 讓版本更新 為什麼要更新呢 因為 很多Library 如果你版本沒有更新 那它Library 就不支持你這個 Node的版本 所以我們大概都會用比較新的 所以我們大概都會用比較新的 尤其是我們會傾向用Long Time Support的版本 那如果是Mac的 因為現在很多同學都會用Mac 所以就是如果用Mac的話 就是我在教師手冊上有提供這個 那就要請同學裝 那如果是Windows版本 因為沒有辦法跑N N這個模組 所以 基本上Windows 反而比較簡單 就直接下傳 最新版本安裝程式 然後直接蓋過去 就不會有問題 蓋過去之後再更新 所有的Node模組 讓它錄音到現在這個版本 就 update 然後同學有時候常常 我們在教學現場會遇到就是 它的都能跑 然後它的不能跑 那程式都對 但是不能跑 那這時候可能就是 有可能是它Library爛掉 或是它放太多東西在 因為在那個Node裡面 它有些模組會放在全域 有些放在區域 那它先用到哪個 有時候去看它的Path怎麼設 那如果真的不得已的話 就把它Cash都清掉 然後重新再來一次 通常這樣就可以解決問題 好那接下來我們可能就是 剩下的時間啊 我們大概應該是 應該還有一小時對不對 大概還有 我們大概勾輸一下 那個我們的幾個模組 比較重要的部分 這個 這個 這個是到幾點 到 好 所以應該還有時間還夠 好 所以我們就大概是 三下的年代勾輸一下 這個 我們每個模組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基本上我們今天看的是 教師手冊的部分 那我大概只會把 比較重 比較 各位市長比較 可能會 呃 平常會比較 不熟或忽略的部分 再把它講一下 那 比較大家都知道的部分 我就不多講 那或許是有一些 教到那個地方的一些經驗 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在這個基礎模組的部分 其實就包含了 變數 三大部分 第一個是變數 然後第二個是運算員 第三個流程控制 那其實 雖然它這個是同一個模組 但事實上 是可以拆開來教的 就是說 不過我覺得如果 沒有全教也蠻奇怪的 因為要學一個完整的語言 不學運算員 流程控制好像也蠻奇怪的 好 那這個模組 基本上它是 我們是把它切得蠻獨立的 那 但前後次序 可能要稍微 這三個其實是同一個模組 所以它前後次序是有 依賴的 所以 呃 就建議各位市長 可以依照這個次序去做 這樣子 那前面的話 這個是寫先修 但是可有可無 基本上這是可有可無 就是 呃 我們現在用 利用Node的話 即使你完全不會HTML 其實也是可以寫JavaScript 那 那後面的話 就是其實可以到進階的部分 到進階的 液體去做 所以這個是它的地圖的部分 那在實驗的部分呢 我們有 呃 總共之前有講過總共有七個 有七個那個類 一二三四五六七 那 它括號裡面呢 是它的 實數 是它的實數 對不起喔 這括號裡面是它的 提數 是它的提數 所以各位市長可以 就自由運用裡面的一些題目 來讓學生做練習 那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可以看一下 看起來像這個樣子喔 我們首先會標出它的 這個題目的難易度 那 像一開始 這是他們的第二練習 因為同學可能還沒辦法寫出一個完整的程式 所以 基本上我們是用填空 就是 它其他地方可以造草 但是填空部分 它自己要拿進去 然後去考它一些核心的概念 那基本上我們的Lab 它答案出在後面 所以 各位市長要用的時候 記得把它刪掉 把那個 答案刪掉 然後再 再傳上去 給同學 那 第二個也是 屬於填空 這是選擇題的部分 所以 這個 教材大概是 類似這種模式 就是 大概就是 在 核心的概念 講完之後 就可以讓同學動動手去做 這樣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到 變數的部分 就是 我們大概講一下一些 我們平常比較容易混淆了 那為什麼一定要講 是因為 其實JavaScript有一些地方 是連 連資訊科系的人 都會搞混 這個是 蠻危險 那 當然我們身為老師 不能講錯 不能觀念 所以 有些細節 我們必須再 先跟老師講一下 這樣我們才不會講錯 尤其是 有些還蠻容易錯的 那在JavaScript裡面 基本上 那個 基本型別 比較常用大概 這三個 就是文字 數字 跟 這個就自傳美話說 就是自傳 然後 數字的話 有一個要講 就是說 在JavaScript裡面 它所有的數字 不論是 浮點數 或是整數 它都是叫數字 也就是說 預設的話 在JavaScript裡面 並沒有對 浮點數或整數 做區分 全部都叫數字 那 這個隱含的 什麼隱含的 在JavaScript的 VM裡面 全部都是Double 它全部的變 只要你是數字 它全部都是Double 那換句話說 其實JavaScript是 比較佔空間 而且比較沒有效率 全部都用Double的因素 所以就算你這種整數 它比成也是 要用到Double的空間 所以大概一樣 所以基本上 像1.23 然後跟2 都是屬於同一個行為 這大家比較特別的地方 然後第二個是 老師一開始 比較遇到的問題 就是我到底要用Val 還是要用Late 因為很多 很多文 就比較早期的文件 都還是用Val 那 比較新的寫法 會用Late 那這兩個基本上 如果要真的講清楚 它的區別的話 會非常的技術 會非常technical 那我是建議各位老師 直接用Late 直接用Late 那最主要的理由呢 是有兩個 第一個呢 如果你用Val的話 你同樣的變數宣告兩次 不會錯 那這個是 這邊就有 比如說像這個Val x等於1 Valx等於2 那Council.log 其實是會過的 這程式 我們在一般的程式語言 是不會 邊地都不會過 因為你x重複宣告 那但是 你重複宣告x 這個應該在這裡就會錯 但是你如果是用Val去宣告 是不會錯的 這個是很危險 因為我們可能 同一個變數用過 我不知道 然後他也不會告訴你 他會直接用後面蓋到前面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原因 然後第二個原因是因為 對 Valx跟Late的 那個 scope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 以我們一般直覺來講 我們都是學那個 C-like的語言 像C語言 Java C-sharp 等等 那Late的表現呢 跟一般語言比較一致 那如果是用Val的話 會有非常 微妙的差別 那如果比較技術的特末就是 Valx function scope 換句話說 在同一個 function裡面 那個Valx的可視範圍都是有的 那你用Block刮起來 他還是沒有用 你如果用Valx宣告的變數 用Block對他來講 是沒有意義的 那這個 但這個要跟同學講 就比較Late 所以我建議 不妨就是直接告訴他們 你都用Late就對了 就不會錯 Late的行為跟我們 一般程式語言的行為 是最像的 那這個是我剛剛講的 一個範例 就是 你看這個Valx是宣告在 一個Block裡面 我們一般學過其他程式語言的人 會覺得 這個Name的可視範圍呢 只基於這個Block裡面 對不對 事實上不是喔 他是這整個都看得到 所以 所以你在這裡 你看像這個程式 我在這裡宣告了一個Valx Name的一套 這裡宣告Valx Name的Mary 你猜Name是什麼 你一定會很驚訝 他的 他Name會Inmarry 跟你的想法不一樣 對不對 我們會覺得這個是在Valx裡面 所以這個Name應該是在這裡看得到而已 外面應該看不到 所以Name應該是Top 但事實上不是 他會Inmarry 所以在這種場合呢 學生寫出來程式就會很難處錯 那相對的如果你是用Late的話 就會符合你的預期 這個就會被鎖在裡面 所以呢 這時候一出來是Nate 這時候一出來就是Nate 就不會有 就是比較直覺 所以 這是範例 那如果 在這個一棒我們要跟學生講 除非你是跟比較厲害的學生 你可以用這個例子跟他講 Late跟Valx有什麼區別 那我們就在教師手設就跟大家講 大家就可以把這個去跟比較進階的學生講 那如果一般的學生 我們建議就直接叫他用Late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但變數只有這兩個地方需要注意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各位師長以前沒有學過JavaScript的話 那我們就提醒一下 在JavaScript裡面正列的表示法 他是用這個中刮號 所以用中刮號把東西刮起來 這樣一坨東西就是正列 那JavaScript的正列也是從0開始 01234 01234 好 那接下來 JavaScript的物件也是蠻特別的 JavaScript的物件標準的key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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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是我們所謂的Jason格式 key 所以 等於你的物件是有很多屬性構成 每個屬性都有一個key 有個value 那他的key通常都是自傳 那因為都是自傳 所以他後來就不刮起來 刮起來很累 你們都要刮 那如果是數字 他就直接寫數字 那key一律都是不刮 但是他一律都視為自傳 所以object的key 這個object的key repear的key 一律都是自傳 只是說他 我們在寫的時候都不刮起來 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存取他 你就可以說 你宣告一隻駱駝 名字是這個 然後年紀是這個 你就可以用camel.name去存取他 然後這時候你若學過OO的老師 可能就會覺得說 怎麼沒有messor 對不對 那這就牽扯到一個javascript 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 在javascript裡面 那個 function可以被視為 資料一般的對待 那換句話講呢 key是自傳 value可以是任何資料 那用這樣來想的話 你如果韓式能被當成 資料一般的對待 或是傳送的話 你key是一個名字 value可不可以是韓式 也可以 所以呢 如果你的value 是一個韓式的時候 它就是messor 所以物件是可以有messor的 這個時候呢 它的value就是那個messor的body 就是那個function 我們後面會講 所以這是有關的物件 所以物件也是可以有messor 那這時候 它是當作那個資料 被當作資料來看 那韓式可以被當作資料一般的對待 被傳來傳去 這個概念在其他語言 傳統的語言比較少有這種 但是在韓式導向語言都可以這樣做 那這個可能要一開始就幫學生洗腦 還有我們自己也要習慣 不然很多到後來有些進階概念會講不下去 那有關變數還有最後一個 這個我們在一般語言都有學過 但是我們有時候會很掙扎 到底要不要跟學生講 講reference的概念 就是我們都知道基本形別 我們都是直接存值 進階形別 像array 像object 我們都是存位置 對不對 可是我們會覺得說 你跟學生講記憶體位置 這樣不是一開始就讓他 讓他失去信心嗎 那我個人是覺得 我們交的經驗 你到後來還是得講 為什麼你非得講不可能 因為相等的問題 相等運算員在 如果你在交相等的運算員的時候 你沒有講complex type 跟basic type 有什麼不一樣的話 在相等的時候你會講不下去 因為相等運算員 在比較兩個物件的時候 它是be reference 它不是be value 所以那時候如果你有兩個物件 key value都一樣 但是它跑出來結果會不一樣 因為位置不一樣 這時候學生來問你 你就打不出來 你就要跟它測這個 那就會很難講 後面有很多東西會講不下去 所以我覺得與其逃避它 還不如要想個辦法 把這個位置 把概念講清楚 那也許可以用圖示 也許可以畫得更活潑一點 所以基本上這樣 我覺得教非本科系的同學 並不代表要教得很簡單 我的意思是說 有些該有的概念 它還是得有 那我們當然不用跟它講說 這是記憶體位置 你可以說 這是一個放資料的編號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像這種 擺這種 reference的概念 它還是需要的 要不然我們後面有些東西 就講到後面的話 我們會替自己製造很多麻煩 好 那這Juasquid的方式呢 就是 因為Juasquid是一個弱型別語言 所以基本上它的參數跟回傳值 都不需要標示 都不需要標示型別 它是一個弱型別 所以它其實不會標示型別 它會傳什麼就是什麼 眾多德斗 那它呼叫的方式就跟一般韓式一樣 像這就宣告一個家法 然後裡面的痕就return一加一 然後傳二三它就return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韓式蠻直覺 所以大概就像這樣子 那 這裡有一個蠻重要的概念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 就是像這樣子的一個韓式宣告 它其實可以被當作 資料一般的對待 一般的拷貝 一般的傳送 所以會變成像這樣 我們一個韓式宣告完 會給它一個名字 這個名字啊 可以直接被指派 給另外一個變數 那這個時候呢 這個變數啊 它事實上也代表這個韓式 它就可以被呼叫 這是一個蠻特別的行為 這在這個語言會比較有 那在其他語言比較難看到這種 所以你看你 你還可以把一個韓式指派給它 那這個就是代表韓式的資料分成 把韓式當作資料指派給另外一個變數 這時候變數的內容就是那個韓式 那你這時候這個變數就可以拿來呼叫這個韓式 所以就會變成這種新聞 那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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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也是要一開始就跟同學講 不然的話 就是後面也會 就是 就會有點講不下去 那我們這也可以做個例子 就是 這個 這個 很簡單 這是一個韓式的宣告 我們說這是一個韓式宣告 那在JSquid裡面呢 你可以 把韓 你韓式宣告 你還有呼叫就是M 2 那它這時候呢 這個 這時候這個22啊 就會傳進去 就會傳進去 那這個就是222嘛 所以回傳是10 回傳是10 所以它這裡會出來回傳10 那我們可以把它印出來 為了印出來你可以 給它一個變數 然後再把它印出來 都要寫清楚一點 所以這個就是10 那這個是一個標準的韓式用法 那我們剛剛講說 這個韓式我們也可以拿來 被當作資料傳送 什麼叫給資料傳送 你看 這裡有一個很有趣的差別 我們做這樣子的寫法的時候 它所做的事情是去執行 執行完以後啊 回傳 回傳4 對不對 然後所以它指派給你 到最後結果是4 但是啊 我們如果是這樣寫的話 我們沒有那個挖號 沒有那個挖號 那你直接指派給它 這樣子的意義是一個資料的指派 這樣的意思是說 我把這整個定義喔 當作一坨資料 直接指派給這個面子 這個再講指派什麼韓式 但是它 它並沒有被引誤 它並沒有執行 它就是被 它是被當作資料一般的 指派給鋁道圖 所以這個鋁道圖 代表的並不是AD的執行結果 而是它的執行模擬本身 那因為這樣子呢 所以你就可以這樣去補教 你就可以 雖然看起來有點奇怪喔 你就可以比到3加3 這樣結果會是6喔 你就可以同一個 然後你後面馬上列出來 那這兩個呢 到最後 風學有時候會搞混 甚至於老師之也會搞混喔 就是這個有一個簡單的技法 就是呢 就是有括號就代表它有執行 沒括號就代表它只是一個資料 它並沒有被執行 那這切成到一個非常進階的用法 叫做RIF1喔 這個在JQuery裡面常用 我定義了以後 定義了AND以後 馬上就代參數進去執行 那這樣子 經過剛剛的解說 這樣大家都看得懂 這一段是什麼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說 我定義了AND這個函式 然後呢 馬上呼叫這個函式 呼叫之後呢 把33傳進去 所以它這個結果會是 如果你這邊拿一個變數 這結果上會是6 所以 但是通常如果沒有一步一步來的話 同學看到這裡就溫暖 那但是只要觀念清楚的話 還是他們還是有辦法去念 那這個大概要看情況去講 就是如果對同學的話 大概就是要透過很多的範例 去打給他們看 然後他們比較辦法去理解 好 然後下一個是自傳樣板 這個是一個ES6的新功能 就是在實務上非常好用 我們常常console.log的時候 必須把很多比如說朋友 要把這個11格的內容寄出來 this canvas is called c.nl 那我們就很煩都要加 然後還要引號什麼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一個自傳樣板 我們用反括號這個 反括號的話 那你中間就可以這樣寫 這是特殊字源 用一個前號然後刮錢 那你這樣就不用這樣加 你就不用這樣子去群動自傳 就直接這樣寫 那這樣寫是提高可服性的 那這個通常我們在有個地方會很有用 就是我們在下十一波的時候啊 經常會被這個加減成除搞到自己都 會這樣會被這個加號搞到看不懂 所以我們自己寫滿常寫錯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就會直接用這個樣板 就會去寫成這樣 那這樣也在寫也比較好寫 所以有時候這個會滿有用的 就是反向板 那它是那一顆就是最左上角的那一顆 鍵盤左上角的那一顆 那一顆你 在一的左邊那一顆你有那個是 就是反向的一套 那韓式的基礎練習題的話我們大概多數一下 重型的韓式變數 第一題基本上這個是在練習那個 那個Late跟Var跟Cons 那基本上像這個在學域的話 你用Var也可以 但是我建議各位老師 直接都叫他們不要用Var 就不會有問題 然後第二個是考那個拖曳序列 這個在我們 我剛剛沒有提到 但是這個拖曳符號的話 在教材裡面有 所以這代表說 我們如果有一個這個Quad 因為跟我們的Quad是重複的 所以要用一個反斜線去用的 然後這個是陣列從0開始 所以這三個應該都蠻簡單的 然後第二個是運算值跟運算源的部分 那基本上運算源的英文就是Operator Operator它我們通常是算數運算源 然後支算運算源 還有其他的那種像那個三元運算源 那種就是就是冒號 冒號然後問號那個三元運算源 那這應該每個源都有 所以應該大部分不用特別提 但是有一個一定要提出來就是 有一個要提一定要提出來就是相等性 這個等 在JavaScript裡面啊 一個等號跟兩個等號跟三個等號意義都不一樣 那這個很多同學會搞不清楚 基本上一個等號這個很明確 一個等號叫做指派 那兩個等號跟三個等號呢 都是測試 測試相等性 測試Equality 那這個兩個等號跟三個等號有什麼不一樣呢 基本上是這樣 兩個等號啊是比較不嚴格的相等 然後三個等號是比較嚴格的相等 那你就說什麼叫比較不嚴格 什麼叫比較嚴格 我舉個例子 這個是Q還Force 這個是數字 這個是自傳 那它有沒有等於它 然後這個的結果啊 這個的結果啊 有 有 有 因為它比較不嚴格 然後呢 如果你是這樣比的話 這個是False 那所以你可以發現 JavaScript它的相等的 概念跟我們一般語言 有點不一樣 那 基本上呢 它的三個等號 它的語意 跟一般程式語言的兩個等號的語意 比較接近 因為我們一定會先判斷行別 連行別都不一樣 我一定判斷是False 所以這是三個等號的行為 兩個等號 它會盡量幫你解釋成相等 那這當然有它歷史性的因素 因為早期的HTML 它會盡量讓你不出錯 然後一定不相容器 所以它的等號是很寬鬆 但這樣會在我們寫程式的 都會造成很多困擾 而且這觀念也不對啊 就自傳一種 或者是數字儀 對不對 那所以呢 只要是你跟行別 你如果覆略行別不一樣 你盡量去解釋成一樣的話 像這種的話 就是兩個等號 就比較寬鬆 我想的 盡量認定你是成立 盡量認定 那這個是比較嚴格的 三個等號 所以我們都會跟同學說 呃 在一般的情況下 應該要用三個等號才對 而不是兩個等號 所以在Galasquake等號測試 的相等測試 我們都是用三個等號 我們盡量不會用兩個等號 是比較好的做法 這是要提醒的部分 然後就是我們剛剛有提到過的 這個剛剛有提過就是等號測試 那在寬鬆等號的話 就是盡量認定相等 他會幫你做自動行別轉換 那如果是嚴格的等號 那就是他不會幫你做行別轉換 如果行別不一樣 就判斷不相等這樣子 那甚至於呢 像這個 1等於Q 他其實也是判斷成4 這個在C元可能是對啦 但是 這個 一般來講 我們不一定是想要做這種判斷 我們都會 如果是1等等於2的話 就會是同時 然後比較嚴格 因為這兩個行別不一樣 這是Number 這是Poly 連行別都不一樣 他判斷不相等 那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我剛剛有提到 就是說 我們的Primitive Type 我們是用值來判斷是不是相等 這一般來講是沒有問題 但是複雜行別 如果我們剛剛沒有講reference的概念 在這邊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 我一個圓形 半徑是1 一個圓形半徑是1 這兩個相不相等 這兩個 這兩個如果沒有reference的概念 這兩個啊 學生看起來 他如果沒有reference的概念 他會覺得 這兩個內容都一樣 這個出版應該會相等 但事實上是不相等 因為我們在電腦的看法是 這是兩塊地 對不對 這兩塊不同的地 兩個不同 instance 所以他的reference 一定不一樣 這個基本上 我們在電腦上 程式語言上比較 兩個東西 複雜形別 比較兩個的相等性 我們是用reference 他是不是指向同一塊地 那因為他是兩塊不同的地 所以他判斷出來 是不相等 但是 如果沒有講那種reference的概念的話 在這邊會講不下去 所以就變成說 我們還是要想個辦法 再請我講 不然就是 同學在這個地方 他程式就會常常寫錯 但是如果逃避了這個問題的話 我們在講物件的時候 就難免會 他難免會 他寫遊戲的時候 他還是要去做一些比較的動作 就會遇到一些狀況 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 蠻難逃避這個問題 還是得講 然後最後流程控制 那流程控制的部分 我是覺得 他大部分的語法 都跟一般語言是一樣 所以大概沒什麼好講 然後有一個需要考慮的是 我們的教材 沒有講這兩個 但是這兩個其實還蠻常用的 那至少我是建議各位老師 可以講一下這個Fall off 他有一點像是一個 語法堂一樣 就是說 我舉個例子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我有一個正列 叫做大家的分數 那大家的分數假設是 60 70 80 90 100 5個分數 那我現在想要寫一個Fall回圈 然後把這些分數全部印出來 把每個正列裡面每個元素只印出來 應該蠻簡單用一個Fall回圈 那那個JOSEPH的Fall回圈寫法 跟一般程式語言一樣 其實就是說 因為沒有性別嘛 所以改成Lens I等D I 效於 我們這時候可以用那個 scores.Lens 那或者是你直接寫五元可以啦 I++這樣子 最大錯字 最大錯字 好 然後在這裡呢 我們就可以 Council連絡 scores scores I 就是Di 就把它印出來 那這個字型的結果 其實應該蠻容易想像的 基本上就是 就是把它印出來嘛 那我們用Fall off可以達到一樣的寫法 然後我們可以比較看看 但是它讀起來會比較像英文 它會像這樣說 所以我們在JOSEPH會有一個Naming Convention 就是說 如果是正列這種collection的東西 我們會用複數型態來命名 因為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這樣寫 Net score of scores 對於每一個scores裡面的每一個scores 就是每次取一個 取出來之後而塞到這裡 然後才印出來 這是它特有的語法 這個其實很多語言都有 這個 所以它這個是佛一群語法 對於每一個scores陣列裡面的每個元素 它一一的取出來 它取出來之後 它就把它指派給這個scores這個元素 所以它這樣子的結果是一樣的 也一去把它印出來 那這樣子的話 你如果把這個用複數型來去 讓它你這樣可圖清又會不錯 你就是變成有點像英文這樣子 跑出來的結果是一樣的 跑出來的結果 應該是一樣 17894 17894 那事實上在JOSEPH裡面 光是寫迴旋就有兩種以上的寫法 它有一種是比較韓式導向的寫法 那這個時候它會把 它的思維是說 我要對於這個正列裡面的每個元素 做一件事 它的思維真的會變這樣 我們現在來看韓書導向我們寫迴旋 它的思維會變成 我要對於這個正列的每個元素 我要對它做一件事 那那件事呢 它是一件事 所以它會是一個韓式 所以呢 它就會變成我要把每個韓 我要把每個那個元素取出來 然後對它做F這件事 那所以這時候F呢 它就會是一個參數 我再講的是 這時候F是一個參數 我們把韓式當作資料一般的對單 所以我們這時候就可以定義一個F 然後它未來要被當作參數來用 所以我們先假設我們定義一個function 假設叫F好了 那它就是把 把分數引出來 就是這個F其實沒什麼用 就是它就收了一個score的參數 然後到時候就把分數引出來 那我現在定義最好沒用 但是等一下我要拿 把它拿來當參數傳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這樣寫喔 我們就可以這樣 把資料當作主題 把scores.forEach 然後呢我裡面要 對於每個資料 我要對它做什麼 對它做什麼 對它做F 因為我把韓式拿來當資料頭 對於每個元素 對於每個元素 我對它做F的事情 這時候你才跑起來會怎麼樣 它就會遞回每一個元素 那每個元素取出來呢 就把它傳到F裡面 結果一樣 結果都是一樣的 那有時候我們為了簡寫喔 我們把整個F喔 帶進來 把整個F帶進來 然後就會變成這樣喔 我把它畫清楚 我把整個F當作資料 帶進來 帶進來 然後就可以變成這種寫法 那這種寫法就是 蠻常看到的 我把整個F 扣進來 帶進來嘛對不對 扣進來 那因為這個時候 扣它就也不重要 因為這個名字又不重要 編秘名函式就 就變這樣寫 應該就是最常看到的這種寫法 那學生通常會不太寫法 但是這個時候要告訴他們就是 方學那一算敘述 其實只是一個資料而已 它並沒有執行 它只是告訴你說 等一下呢 我把每個元素取出來之後 我就要去執行這個函式 但是它現在我 把它放進去的時候 還沒有被執行 它只是 它只是被當成連對Data 丟進這個參數裡面 這個就是扣背 你不曉得它哪時候被執行 但是它就會執行 然後 這是第三種回旋的寫法 所以 所以你看我們同樣是 地圍 就是片方一個 一個正列的每一個元素 我們就有三種寫法 那第三種是 最放心後的寫法 雖然它看起來沒有什麼意義 就是 那第三種大概是 學生比較難接受 那 但是我們在教學現場 經過考試的成績來看 如果引導可以的話 他們真的還是能懂 所以我們不要太早放棄治療 就是他們還是有辦法 讓他們懂 這是 非本科系的東西 我們 待會可以看一個資料 好 這個是回圈 大概就只有這裡 比較特別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一個 簡單的資料 我這邊有 這是我們某一年考試的結果 這是我們在班其實混著 資科、資管跟其他系 你可以 我們可以發現 就是其實 這個是整個成績分布 那你會發現 100分有一個 然後 也有人考100 也有人考30到39 那這是一個標準的 場外分布 那 那 但是它的問題是 我們要看它的落後群 跟領先群 它領先群 其實資科、資管 不見得再便宜 就是在 當然這是在政大 那 但是就是 會讓我們覺得說 是不是 在學習一個語言來講 同樣都是 沒選過的語言來講 資科、資管 它雖然是 已經大二了 它學過演算法 它是語言會 但它在學習上 不見得再便宜 甚至於新聞系的 就是 就是你看它是怎麼學的 然後相對的 其實 好像變成資科、資管 也會 它在落後群裡面 有一半都是資科、資管 所以這個是 是一個蠻有趣的 現象 給各位老師做唱 就是 有時候我是覺得 有 有時候 就很多老師也會主張說 其實我們不能因為 它是非本科系 我們就把很多 我們覺得好像很難的東西 或自己也不太懂的東西 就不跟它講 就是 有時候你跟它講 它也是會懂的 像 我記得在有一年 我有試著教 教 平衡的 雖然我們在教材不推薦 但是 我們有一點 有試著實驗性的 去教平衡的 結果 其中考出來 其實 大概六、七成的人 還是都寫得出來 就是解 那個平衡的 還是有辦法解 但那個平衡的 有時候拿去考 直科系的 自己都不太會 有時候我在教 我沒有復習我自己都忘記 也不太會 所以這個 有時候我們在教 好像會遇到這個迷失 不過當然這個 還是要看環境 這有時候 不太一定 那我剛剛跟各位老師講說 如果 你要做到像類似這種效果的話 我這裡有一些 學生 學一學期的 Jazz Grip 然後他們的一些作品 可以放一下 像這個 這個跟最近史 這個前一年的時事 應該有點關係 這是一個普悠瑪號 他們是去整個模擬 整個普悠瑪號的經過 但這比較像是一個 new scan 就是說 藉由玩這個遊戲的過程中 你去深度的理解這個 新聞的前後文 所以做這個的 做這個作品的學生 其實有一些是傳播學員 他們就是對新聞本身的理解 是比較著重的 所以 但你可以發現他們 城市方面 處理的技巧 就不說 但是他們對於內容 如果是非本科系的人 你會發現他去處理那種 遊戲的內容 其實會比我們本科系的 來的細緻 你會發現 這是等一下我們再放幾個 你會發現 他技術沒那麼好 但是你會發現他的內容 處理得很細緻 那你也會發現 他很努力的嘗試去 做出一些 你會很驚訝的東西 那這個 他把很多小遊戲放進去 那這個其實都是 就要Squid裡面 有一些簡單的 簡單的行為 但是要做到這種程度 大概還是要把進階交完 才有辦法 這是警醒裝置 然後我們來看另外一個是 因為我那時候叫他們做 跟社會議題有關係 我就不讓他們隨便亂做 因為有的同學專輯都亂做 看一下 像這個跟最近的時事有點關係 這個他們有用到網路 這個有用到Sapi.io 那這個就是 也是跟學校有關係 那他們就是 這個是一個分散式系統 所以大家要在不同的電腦去玩 那這基本上是真大平面圖 然後每人就負責 他們是說守護一個 一棟樓的電視 那基本上太古達人的意思 他這個做才太難了 我們來看後面 那這是三個不同的人在玩 所以這是一個分散式系統 就是 那中間是用Sapi.io來做 那這個就轉牌嘛對不對 就轉牌 然後另外一個也是 因為在正道 所以我就叫他們做 跟那個社會議題有關 然後 然後 旁觀 旁觀者這個蠻有趣的 這看起來你會覺得 他的技術不怎麼樣 但是 你會發現他用了一些東西 讓我們很驚訝 這個看起來很感人 你會發現他東西 你看喔 這個眼鏡 讓他畫 畫好之後 他有辦法讓他套在這邊 所以他們 這其實用磕了還是磕了出來 你看他們這個 然後 然後待會還有一個是 還有做圖形 因為我們那時候有教過圖形的轉字動作 那他那時候就把那個做應用 所以他後面有個送禮物的 看一下 這是李明哲 李明哲的事件 他就畫一個禮物要送他 那後面呢 就把這個圖形做轉字縮小 那這個 這些其實在我們的會圖操作都教 那就可以把它拿來做這個應用 這還蠻有趣的 這個我們一般就 那我們一般如果是 資科本科系的同學 大概不會去做出這種作品 就是他們不會想去 就是他們比較不會去想到內容 所以這也是 教非本科系的同學 有時候會蠻驚訝的地方 就是中間穿插一下 那我們今年也有同學做假新聞 這個就不再多說 他說我們的基礎的部分 大概12小時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等一下我們請這份教材的 編撰的老師 因為他今天有什麼樣子 但是他錄了一段影片 那我就把它撥給 就把它撥出來 就把它撥出來 應該是在這裡 先撥這個 然後就大家可以看一下 曾老師 編劇大學曾老師 對這個說明一下 是說針對的對象 這個它是第二位 沒有解釋過 程式設計的 或者是這本科系這樣的一個同學 所以它其實是一門 比較大大的程 那我們這本教材呢 可以在 PLUS的指示進入 這個位置區 我們進入這個 網址之後呢 我們就會看到 在我們的這一個 教材區呢 會有一個 教授區的基礎 它是一個 十二個小時的內容 那基本它是一個 比較簡單的教材 那我們提供了 通影片 以及內容的部分 那這一份之下呢 我們也會放在 OpenE 領域上面 也會把它送上去 那 因為它是模組的方式 學家底下呢 我會告訴各位 就是 我們建立的一個 使用教材的方式 包含的就是 我們在每一份教材 預計使用多少的一個時間 那以及我們 隨他小練習的時間 都給大家拍進去 那當然 實際上在使用的時候 我們還是看各位教師 在使用的時候 好 當時的一個情境 來做搭配 那 比方的這個是 我們的E-mail 所以各位如果 對於這份教材 有什麼地方 也可以通過這個地方 來跟我做聯繫 那 那 這個 最後什麼意思的基礎呢 我們這裡有 三份 尾片 那第一份呢 是有關 變數的內容 那麼第二份 是有關 運算值 的內容 以第三份 有關 這個邏輯判斷的一個內容 那每一份呢 我們都會標準它的難易度 好 那 這對我們每個單元呢 我們會 會畫一個建議的課程地圖 那麼 以這份來說呢 我們會看到 我們在先修的時候 會建議 我們可能是先修過HTML 以及CSS 那麼 那麼才進入這一份 變數的教材 會比較合適 那 我們會提議 變數的宣告 變數的形態 那不同的各種形態 然後呢 才往其他 進一進的內容去進行 那 那首先 第一個部分 在變數的地方呢 我們會談到 變數的定義 變數的宣告方式 以及不同的宣告方式的差別 還有變數的形態 那首先是變數定義的部分 那首先 我會先解釋 在 就不知道 就是主持的事件裡面呢 變數長什麼樣子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資料 然後是一個代名詞的 一個觀念 那我們會使用 比較容易理解的動畫 然後 把變數的概念 的視圖呈現出來 我們剛才教師手冊 上面看的 我們剛才教師手冊上面看的是 比較 就是我是把比較 難的挑出來講 那事實上 在我們教材裡面 就是 我們對於基本的概念 還是都有 成熟 我只把 比較難的挑戰 所以 在裡面 曾老師也有 花很多心思 把一些基本的概念 把它做 讓學生比較容易懂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 是剛大家沒看到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有一個保留字 比如說 用畫的方式宣告 用Lets的方式宣告 用Conset的方式宣告 都會有所不同 那麼需要注意的是 因為這份同學片 針對的是 非常非常記住 讓他一個同學 所以 我們在用詞上 會比較是 比較輕鬆 比較容易理解的一個用語 那 如果有特別需要注意的地方的話 我們在底下 背注的地方 會有說明 那可能它有一個 更正式的一個說法 那麼 這個地方 是可能請 實際上 在受課的教室 可能需要留意一下 那 這一份教材 在後面 我們很多地方 都會使用動畫的方式 來對於這個變數 做一個 做一個說明 那我們也會有大量的例子 所以 我們可以告訴同學說 我們變數 在不同的地方 會有不同的一個效果 比如說 變數的這個視野範圍 變數的這個第一手的保留字 以及我們變數 在操作中的一些動作 那我們都可以讓同學們 有很多的了解 好 那我們在投影片裡面 也會附帶了 隨他小練習 那 這一部分小練習 針對的是 在課堂上的運用 所以它可能是 比較短時間的 可能是在課堂上 我們希望讓同學 可以更理解概念 或者不要打瞌睡 的時候 可以使用這樣的一個 小練習 那可能是一個 五到十分鐘的一個 小練習 就不夠了 我們會有提示 會告訴同學 我們可以怎麼使用 那當然我們裡面也附上的解答 好 那這部分的話 社會教師在使用的時候 或許可以把解答把它引出 好 讓同學 好 必須要往前去思考 好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使用方式 好 那後面呢 我們會放一些 好 呃 Q&A的一個 一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可以停下來 就去做一些思考 好 那再接著呢 我們有變速型態的說明 好 可能不同的變速型態 更只有什麼 那這邊可能會牽涉到一些 稍微複雜一些的 有效陣列 好 這樣的形態 我們就會建議 可能在後面一些 再跟同學說明 好 那我這邊先談到的是 一個更基本的變速型態 就是 不同型態的分類 好 它包含了這個分類額的部分 好 那這邊也有一些 韓式的一個解釋 好 那另外呢 我們這邊有不同的型態 好 都會有說明一下 它的這一個使用方式 好 有說答應它 或者說答應它的一個區別 好 那以及這一個 什麼是保佑字 好 跳脫資源這些 好 在同影片裡面 都跟同學做了一個解釋 好 所以大概這個是我們變速 這一份同影片 所包含的一個內容 好 那麼 針對每一份同影片 我們會附一個 比較完整的一個level 這個level 可能就不是在課堂上 短時間去完成 它可能是一個 比較類似的 回家作業 或者是一個 比較長時間的 一個練習的動作 好 那針對每一個這個level 我們會有一個說明 會告訴教師這份level 大概這份同影片 哪一個範圍 好 那我們會有我們的內容 好 那這樣的level 可能會方便到 是在這個作業上去做使用 那麼第二份 我們要說明的偷影片 會是運算子 這一份偷影片 好 那它同樣是一個 比較簡單的偷影片 那大概會放在 課程地圖的這一個位置 好 它會包含了數學的運算子 資串以及其他的特殊預算員 這樣的一個敘述 好 那首先第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會對預算員 跟預算子做一個定義 好 那這裡當然是選了一個 比較簡單的例子 那麼大家就可以去理解 什麼是預算員 什麼又是預算子 好 那我們放了一些簡單的例題 好 那讓同學呢 在課程上 可以比較容易了解好 我們的這個預算 我們的這個進行方式 好 大概我們看不出來 什麼是一個 循循計算的一個方式 好 那我們把它兜成一個 簡單的程式方 好 當然這邊其實我們有 假設的同學 對於HC有有一些 結果的了解 好 所以我們才會使用到 一個網頁的方式 好 來進行一個 簡單的學長練習 好 那我們對預算子呢 有不同的這一個 種類 好 我們會做一個簡單的 迅速包含了算數 支出案子 比較接入計算子 好 那後面呢 都有一些 比較簡單的一些說明 好 那這說明的話 可能 使用的比較是 可以看讀學的這個 程度 好 如果是 如果是 稍微有一些的體訊的話 這邊其實是可以稍微調問一些 好 好 那我們 實際上這一個單節 我們也使用了 比較多的這個網頁的這個範例 來進行說明 好 那後面會有它的這個 運算的過程 以及它運算的結果 好 所以我們也看到在一些 比較 不那麼容易理解的語法上面 好 這邊或許可以讓同學 用一些時間 好 去進行思考 那我們 所以我們把實際上的結果 把它呈現在旁邊 那麼 那麼 這是算數據算子的部分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好 針對多數算數據算子 我們這邊其實都會進行說明 好 那也有一些比較有趣一些的例子 好 當然這些例子呢 好 教師們可以看看 我們實際的情況 好 來做實用 好 好 那我們旁邊會把變數 放在那邊 好 讓大家可以看到 變數在變動過程的 這一個情況之中 來表現它 好 這樣子可以比較有助於同學們 理解與理解 同學們的這個恐懼感 好 那會有一些比較進階的 一個提供 好 這邊呢 好 教師們可以看 收學的程度 來看適不適合去採用 好 比如說 A++A的概念 或者A++的區別 好 這邊可能就會稍微 有一些些的挑戰性 好 那麼 正在就是這一份 這個影片呢 大概包含的一個內容 我們也有對應的 的內容 可以供教師們 在作業上去做使用 這份教材呢 是屬於油車控制的部分 好 那它能夠稍微高一點點 我們設定在兩顆線的一個方態 好 通常我們有課程地圖的部分 好 那會建議呢 我們在完成了變數 以及入數到的指數算緣 之後 才進到油車控制這一個方塊 好 那首先呢 我們呢 會有條件的定義 如果有什麼判定 我們會確認這一個外存力 好 那最開始是條件的定義 好 我們先利用比較簡單的動畫 讓讀學能夠理解 好 在這條件裡面呢 這個條件 你沒有設定這樣去做設定的 好 比如說一般雙號 來進去這情況 好 各位村長 因為 那個 我們休息時間已經到了 所以我待會兒這個 曾老師我就繼續訪 那 呃 待會兒就是 可能可以請各位村長 可以先休息 好 那但是我還是 繼續把這影片 放完 如果 各位老師要看的話 還是可以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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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